市面上有不同種類的枕頭 例如羽毛枕、記憶棉和纖維等等 膏矮和軟硬程度有不同 選不對的話,分分鐘睡到頸都痛 到底在選枕頭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呢? 一起拯救一下姨姨 為何選擇一個好的枕頭呢? 理論上,最大一個大條件 選枕頭必須要自己親身試 試它的質地、物料、甚至透氣度 自己喜不喜歡 高度最重要的是適合自己 如何為之適合自己的高度呢? 第一,你需要知道自己較傾向於平分 還是側睡 你就要用這個姿勢去試枕頭 舉例如,如果你喜歡平分 我當我背部是床,我看著天花板 當我睡了下去 肩膀沒有放在枕頭的狀況下 枕頭填充了頸椎的弧度位置 落住了我的頭 後尾枕的位置 睡了下去之後 如果我下巴指著向天花板的 代表枕頭太矮 如果我睡了下去 下巴指著向心口的 代表枕頭太高 如果我的鼻尖指著天花板 而我睡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是舒服的 這個為之適當的高度 例如,原來我是喜歡側睡的 側睡了在床上的時候 應該枕頭物料填充了頸這個空間的時候 那個的鼻樑和脊椎要成一直線 如果那個枕頭太矮 你的頭可能會指著向床 或者枕頭太高 你的頭就會指著天花板 這樣就是一個打側身份去選擇枕頭的物料 高度的大原則 但是記得,如果你的枕頭已經換了三個或以上 是時候找專業人士檢查一下 到底問題是否出現在你的頸椎 我們現在做一個頸部伸展鏡動作 先盤膝錯坐在地上 直骨挺直 吸一口氣 呼氣把頭側向你的右邊 右手放在左邊耳朵 左邊手放鬆 吸氣拉長隻骨 呼氣把頭低低向右邊 然後再吸氣 呼氣的時候 左邊肩頭可以微微向地上沉低 然後你的左邊頸側會感覺到拉伸 在這裡保持三至五個呼吸 每個呼氣的時候 把頭再按低多一點 感覺這個拉感再多一點 最後我們吸氣回正中間 整個人放鬆 記得做另一邊就可以了 現在做一個比較進階一點的版本 會是叫做兔仔式的 我們先跪在地上 屁屁坐腳肘 然後把你的頭 額頭碰地 由嬰孩式開始 然後雙手可以放在頭的旁邊 然後我們屁屁升起頭殼頂 很想把地上都睹起來 屁屁一路升起 向前推的時候 你後頸會感覺到少少拉扯伸展的 想多一點感覺 額頭找膝頭 埋伸一點 然後再吸氣 呼氣再推多一點 在這個時候 你的舌頭可以頂上額 呼吸會暢順一點 如果你平衡到了 可以拉伸肩膀的 把手在背部 十指緊扣 手指扣緊 把我們胸口推前 雙手升起 現在會拉伸肩膀後頸同時間的 然後慢慢放鬆 按下地下 屁屁坐腳肘 慢慢上回來